放的虾仁真的非常的提鲜提味 肠豆非常非常的鲜 朋友们军菇完全入味了 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鲜美 嗨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是阿慧 今天我们用这小灰菇和白玉菇 来做军菇爆豆 白玉菇的根我们给它切一下 这个小灰菇呢 大的可以把它撕小 撕成两到三分的样子 像这种很小的不用撕 把这里好的蘑菇新洗一下 洗好的军菇沥水备用 肠豆也给它洗一洗 洗好后沥水备用 接着来准备一块猪肉 洗净的五花肉切片 这个五花肉有点肥 朋友们也可以选肥标 喜欢吃瘦肉的话呢 就选择瘦一点的猪肉 切好以后 放入锅内 接着我们来开火 先用中火熬出猪油 朋友们这个熬油的时间比较长 趁这个时候我们来调个料汁 碗中加一勺 蚝油 一生抽一勺 白砂糖 1.5克 玉米淀粉 一小勺 再少来一点白胡椒粉 再加小半勺的清水 拌匀后放在一盘变用 这个是我提前拿出来融化的虾 平时我都会剥一点放在冷冻里面 用的时候拿出来这盘方便 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 需要给他们增添一点营养 你们现在吃油熬好了 油有点多 捞一点出来 油炸熬至差不多之后呢 加入大蒜 把大蒜炒香 大蒜表面微微焦缓之后 加入香菇和蝉豆 碗豆稍微有点变色之后加入虾 接着我们把料汁加进来 好了可以出锅了 朋友们你看看这个菌菇爆豆 非常非常的香 加上虾仁 简直就是把它鲜味再提高了一个层次 连鸡精都不用加 朋友们你看看 太香了 这样子可口又下饭的家常菜 又方便又好吃 营养丰富 朋友们实在是太香了 想吃的话你也吃多看看吧 放了虾仁真的非常的提鲜提味 蝉豆非常非常的鲜 朋友们菌菇完全入味了 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鲜美 朋友们菌菇炒蝉豆 做法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 但是它的鲜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鲜 你就连鸡精都不用加 非常非常的鲜 一定不会让你十碗的 朋友们你听听这白玉菇吃起来的口感 非常的脆爽 而且很入味 蝉豆 中间是粉心的 吃起来粉粉的特别香 鲜虾吃起来也是非常的弹牙 好吃 嗯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去试做看看 特别特别的鲜 这道菜 特别的好吃下饭 做法简单又入味 朋友们这个油渣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香 朋友们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感谢你的观看 我是阿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